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我是Jes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我們繼續談金池哲學第58條 描繪夢想 所謂的夢想 也就是驅使我們每一個人的動力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著強烈的夢想 那我們面對自己的人生的這種動力 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我們看看金池在61年前創立的時候 他是跟一家公司來借他們的倉庫 在巷子裡面的倉庫 然後來去做所謂的經營製造業 當時道勝和夫先生 也就把自己內心的夢想 勇敢地講出來給一開始的這28個人 他希望我們先把西京都做成第一名 再來就是整個京都第一 再來就是整個日本第一 最後就是世界第一 最後沒多少年 他就在他的陶瓷的產業 甚至很多產業 他都是世界第一 這種 所謂的成功的成果 其實是來自於 道勝先生自己對於自己的夢想的描繪是清楚 因此在這邊要跟所有的中小企業主來給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每一個公司我們必須要設立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可以來自你內心經營著自己的夢想 當然這些的想法必須要正當正確 然後呢讓每一個員工都清楚自己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從每一個員工到每一個部門到全公司 如果都能充分地積極 有著順著自己的目標跟夢想來前進 那這個企業怎麼不會有良好跟驚人的成果 金石公司不就是這個樣子 一群頻繁的員工跟一個工程師背景的領導者 一起打造了這61年來沒有一年有虧損的企業 不就是因為大家努力地朝著自己的目標跟理想來前進 當然當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完成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必須要馬上再設定另外一個更高的目標 這樣子不斷地去超越自己的目標 這樣高目標都超越了 才有辦法讓自己的企業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而且也讓所有的員工都能真正地在企業當中努力地工作 而得到所謂的精神跟物質的幸福 我是Jose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 WebTV WebTV WebTV